春節連假 各大廟宇經典 人潮多到滿出來 卻也是巨大的病菌培養病 疾管署預估 本週迎來新冠疫情高峰 每天大約有一萬兩千人 到一萬五千人確診 我的話我還是會繼續戴口罩 然後如果有水的地方 我還是能夠盡量用試洗手 要是真的不小心身體出現症狀 一般人會先用家用快篩 但醫師曝光兩大缺點 醫師發病初期可能會檢驗不到 需要感染後的第三天 才有可能驗到兩條線 或是病毒早已經轉到下呼吸道 變成肺炎 這時候快篩大機率會出現五叉 呼吸喘 痰多 高燒不退 有這樣的症狀還是建議 來醫院做檢測的 醫生可能會幫他安排X光 甚至是說安排一些新冠的PCR 如果真的不小心生病了 吃藥後測躺姿勢 也有可能影響藥效吸收 國外研究模擬藥丸 從未進入十二指腸的速度 發現當人體呈右測躺姿時 溶解速度是直立式的兩倍 只要十分鐘 左側躺則是會減緩 藥物溶解速度相差五倍之多 右側躺煩的人會比較容易 會持當地獄 躺著造成食道桌上的風險 因為傷害太大了 你不需要追求那麼快速的洗手 醫師說藥物的溶解速度 跟胃的構造有關 對於臥床病患可能會有幫助 但建議正常人服藥之後 還是先休息半個小時再躺下 避免藥丸腐蝕食道 畢竟服藥狀況因人而異 還是先尋求專業建議罪萬無遺失 記者成功人員傑 台中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